MING PAO TORONTO 疫情期間特別是疫情高峰期的時候 大家最喜歡去的地方應該是郊野公園 一來可以舒展筋骨 二來又可以吸收一下大自然的那種靈氣 將擔心感染疫情的憂慮暫時可以放低它 將來我們可以去的郊野公園 會不會變得越來越少甚至沒有呢 這也是我們社會遲早都要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 一個時不時都會掀起討論的問題 你要解決房屋問題 自然就要找地來興建房屋 遲早會不會牽涉到郊野公園呢 在我們正式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智雲有禮今天有多一項禮遇送給大家 先前我在Small Talk閒聊這個節目裏面 訪問了一群年青人 他們就以Boys Love為主題 製作了一個舞台劇 將會在11月3日到6日 在石劫美菜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菜馬會黑盒劇場那裏演出 詳情資料可以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那裏找到 那裏有相關的連結 你可以按進去立即訂票 只要大家輸入一個推廣碼 Promotion Code 填寫Steven Channel 每一張成人票就可以扣減15元 大家快一點進入 Ticketflap.com-boys2網頁 連規正傳說回土地問題 政府昨天公佈了未來10年 可供發展土地供應的預測 未來10年即是2023年到2033年 可供發展土地的意思即是屬地 看回政府的資料 在屬地建屋大約是需要4至5年的時間 政府一共找到多少地呢 是3280公頃的地 有多大呢 大約是兩個將軍澳大小 屬地就會由2023、2024年到 大約由110公頃 增加到2032到33年度的 480公頃 頭五年每年的屬地 是會少於300公頃的 但是後五年 屬地的數量就會大大增加 是會多於300公頃的 而其中在2031、32年度 最高還可以達到610公頃的 這些土地會怎樣運用呢 十年期的後四年屬地供應當中 有一個半的用途還在研究 財政司長陳茂波就說 以資預留作房屋發展土地 估計最少是可以起到493,000伙 相對每10年43萬伙的需求 就應該是足夠的了 顯示政府是有能力透過積極造地 主導土地供應 還有一些走棧位 有些空間 去應對萬一出現了需求特別恩切的情況 亦都可以支撐到我們的產業和經濟發展 有關土地來源 是包括第三輪的陸化地帶檢討的 新識別的大約是有250公頃的土地 涉及的地點有8個這麼多 以住宅用途的用地積比6.5倍來計算 預料可以起到7萬個單位 今次陸化地帶的檢討 可以形容為比過往更加進取積極 第一輪檢討的時候 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沒有植坯的陸化地帶 即是沒有植物覆蓋的地面 譬如在荒幕上沒有任何植坯 只會露出一些沙石出來 第二輪就是有植坯的 都會列入範圍 但都是接近地路道路基建的土地 今次是選擇那些遠離基建道路 還有有斜坡比較斜的島地也納入 有關的土地大約有三成是屬私人的土地 日後如果發展供應房屋 政府當然要收地 在這8個地點當中 屯門東的地是佔了最多的 107.3公頃 面積最大 佔了整體大約40% 屯門東發展對掃管忽一帶 是會有很重大的社區改變 其次是近新田麒麟山以南 和龍躍頭鄰近皇后山 他們分別佔了49公頃和31.4公頃 最小的幅是位於荃灣芙蓉山 只有5.5公頃 麒麟山、牛潭尾、芙蓉山有不少的村落 相信這些村落應該都會被迫遷 到時可能都會出現一些社會爭議都未定 其中牛潭尾 是有香港現在我們僅存的鯉魚養殖業的 我相信這個養殖業都會消失的了 這八個選子當中有一半都是很近郊野公園的範圍 屯門東貼近大南郊野公園 荃灣芙蓉山貼近大帽山郊野公園 龍躍頭鄰近皇后山貼近八仙嶺郊野公園 新田麒麟山延是貼近臨村郊野公園的 也挺明顯的 政府不斷調低開發綠化地帶的底線 過去10年綠化地帶改劃的成功率是相當高的 是去到89% 涉及公營房屋的改劃通過率更高達95% 政府不斷改這個規劃 會不會令到那些屋將來起到很近郊野公園 正在郊野公園的門口 隨著綠化地帶作為郊野公園的緩衝區慢慢消失 下一步真的可能要進入郊野公園也未成功了 真的要發展在郊野公園裏面的邊緒地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走到這一步之前有人就說 政府是否優先 應該要優先規劃那些已經被破壞的棕地先 今早早和發展局長寧汉浩聊天的時候 似乎可以發展的棕地已經發展得七七八八了 現在規劃發展的棕地是佔了現在棕地的一半 另一半就說需要用作緩衝用途 因為你影響到一些棕地作業者 都要讓他們有另外一個空間去繼續作業 所以應該就不可能在這方面再想辦法了 在政府公佈未來十年屬地供應預測裏面 北部都匯區和郊野州人工島填海是佔了不少 預計要在未來十年後期這些地才可以出現 北部都匯區整體是有三千多公頃的土地 當中四成即一千三百公頃 就說可以在未來十年成為的屬地 郊野州人工島填海是會有一千公頃 而當中就有三百公頃 是可以在十年期的後期出現的 根據預測郊野州人工島的屬地 是會在二零二九到三零年度成為主要屬地的來源 不過郊野州人工島填海工程 二零二五年才開始 預計二零二九三零年就會有屬地 會不會是過於樂觀了一些 大家其實對於發展郊野公園 還有填海有沒有一定的看法呢 剛才我提及過植坯這個現象 即是沒有植坯的土地 就會露出一些沙石 沒有植物去覆蓋它 如果植物在未被破壞之前 你能夠好好保養它 特別是滋潤一下泥土 土地就不會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這個情況就像我們的頭髮生長一樣 如果你有脫髮的問題 或者覺得頭髮開始變得稀薄 還有頭痕、頭皮敏感等等的現象 最好盡快處理它 面對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我誠意推介大家可以聯絡發在生的黃創安先生 大家可以在以下說明description欄目 按一按相關連結 進入網頁填寫一些簡單的資料 方便我們聯絡你 除了可以獲得一支 旅行裝發在生殺菌止氧洗髮露之外 還會得到一次免費的頭皮檢測 看看自己的頭髮是否真的有問題也好 還是只是疑心生暗鬼 只需要好好保養一下根本無大礙 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得到一次免費的療程服務 這個體驗非常重要 接受過這個服務之後 你可以多明白這個療程是甚麼 可以怎樣幫到你 能不能夠幫到你 大家可以放心 使用這個服務不等於你需要購買這個服務 你沒有責任 是需要作出一個購買的決定 發在生的頭髮護理員是不會做任何硬銷工作 亦都不會讓你感受到任何的壓力 他們是不會向你推介他們的療程 除非你自己想了解多些 總之簡單一句就是 不會落雜放狗不讓你走 我認識黃創安先生他們的創辦人 已經有一段長時間 他是一位非常之恩實的商人 他和顧客的關係相當良好 大家可以絕對放心 這次我和他的合作多了些細節 我請黃先生為我們在每一集節目的尾聲 提供一些保護頭髮的提示和資訊 今天他會繼續和我們講一下頭髮壽命的秘密 大家知不知道每條頭髮的生命期有多長 何時脫落顯示有問題 頭髮的休止期又是甚麼 我們可以做到甚麼減低脫髮的機會 我們一起聽一聽黃先生如何拆解這些問題 大家好我是發再生黃創安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頭髮的小提示 很多人擔心頭髮的壽命很短 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頭髮來說 他生出來之後有兩至六年 最長是六年 但很多人很短就會脫落 由於頭髮的營養供應不好 頭皮不健康就變得容易 提前便會脫落 脫前不是只是脫落 他先走到休止期 休止期佔頭髮正常來說 只是1%左右 很少而已 但問題是 如果頭髮不健康 頭皮不健康 或者照顧得不好的話 就不止1% 會多些 多到十幾%怎麼辦呢 如果停留在休止期的頭髮來說 通常都是兩至四個星期 慢慢慢慢掉下來 避免頭髮提前到休止期 我們要令頭髮健康 睡眠充足 人要舒暢一點 開心一點 我們會減少脫髮現象 大家好我是陳志雲 由非牟利機構 康年社會服務處主辦 《不是一個人》製作的BL舞台劇 《BOYS 2》 是一個集同性戀愛青春校園 和熱血舞蹈的故事 三位男主角三種不同的情感 他們之間又會發展出 怎樣的一個BL故事呢 如果想知道的話 記得11月4日至6日 來到石劫美JCCAC賽馬會 黑盒劇場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Ticken Club的官方網站 購買門票 約定你 我們到時見